新盘增商抢供之余,货美盘亦加快推售。行基地产旗下已入伙的马安山营海第四期营海,进按于明日招标发售15火海警户。 行基物业代理营业部总经理林达文作表示,项目提供两种付款办法,分别是120天成交及36个月免息免工优惠。 林达文强调,营海以低价推盘,过去售出1400余方尺海警单位,尺价约1.7万元,给行家买2万元以上。 营海市低价,营海共有五期,开售至今合共售出3462火。 营与63火未售,包括12火顶层福息户,17火地下花园福息户及34火海警户。 他表示,该部门今年将推售的全新盘为唐人新村项目。 共有16火羊房,单位面积约1700方尺,最快第二季尾以燕楼形式推出,啟得项目了第四季推售,红磡项目最快明年推出市场。 新地旗下以戒燕楼的将军澳天晋IIIB期作修定价单,将其中7火加价1%至2.6%。 此批单位主要熟年平台或福息特色户,实用面积365至1384方尺,最新定价由1050,000至4411.5万元。 维持最高19%折扣,折实价814万至3573.3万元,并安排于下周一发售。 另一边商,行地旗下旺角离澳坊,欺岸将于今天下午开放示范单位与公众参观。 行基物业代理营业部总经理韩家辉表示,项目首章价单将于短期内公布,预计最快月内可开售。 该盘将实施多项措施,所有人士需通过双重体温检测,并必须配戴口罩,售楼处及等候参观区域将分别切于两个楼层。 减少人群聚集,并在各区喷上RACE光烛煤消毒涂层,每张台之间将保持1.5米距离。 万科香港旗下长沙环Sir Campton也快将出击。万科香港执行董事周明熙表示,该盘住客会所Club Camp加号户内外总面积预2.5万方尺,提供近20行设施。 首次Call-on-air直播空间,配置专业灯光、影音设备,以及与雷蛇合作打造的E-Sports Arena电竞空间。 项目内的停车场也特意引入Tesla Supercharger超级充电站及目的地充电站设备。